科学研究将为你解答所有问题 你对面包面食产品过敏吗? 首先研究肤质对身体的影响如何 一般人最担心的问题 不外乎是亚硝酸盐、亚硫酸盐 食用色素、人工甜味剂、味精 或者是基因改造的生物等 但其实食物中的天然成分肤质 比上述的东西更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肤质是常见于小麦、大麦、裸麦 甚至于燕麦的蛋白质 会对许多人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肤质造成的肤腔疾病通常称为乳迷屑或肤质 过敏症发生的几率超乎想象 英国的记医生Dr. Samuel G 1839-1911首先描述这种疾病的临床症状 1888年,他发表了一张小病童的照片 照片里的小孩腹部肿胀、腹泻不直且发育不良 记医师认为这位小朋友的病一定与饮食有关 不知为何,他给这位病童母粒之养生 但毫无效果 后来,荷兰医生迪克·维勒姆·K.Dick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凭着寂静的观察力找出病因 当时德军包卫荷兰想逼荷兰投降 于是切断了荷兰的粮食供应航线 禁运的食品中包括了小麦 因此,荷兰人只能靠当地出产的马铃薯与蔬菜为主食 连病人也不例外 迪克医师注意到乳迷蟹的病人病况明显改善 不仅如此,在缺乏小麦及其他骨类面粉的情况下 不再有新的乳迷蟹患者出现 1950年,迪克医师发现 小麦里有一种非水溶性蛋白质肤质 是乳迷蟹的祸首 后来的研究显示乳迷蟹病人的免疫系统 把肤质里的特有蛋白质成分 脉胶蛋白误认为是危险的入侵者 产生了抗体以应付 在抗体的刺激下 身体释出细胞激素 引起小肠绒毛细胞的反应 绒毛细胞是分布在小肠内壁的突出物 主要目的是增加食物与肠壁的接触面积 使食物的养分能由小肠吸收进入血液 罹患乳迷蟹的病人 小肠绒毛细胞会发炎并显著缩短影响 小肠吸收养分的功能 这会导致好几种后果 未吸收的食物会排出体外 因此病人会腹泻 肠道里的细菌分解了某些食物产生气体 导致胀气 但最令人担心的是病人会营养不良 病人几乎无法吸收 蛋白质、脂肪、铁质与钙质也不能吸收维他命 因此体重会显著下降并产生很多复杂的症候 幸运的是 如果能正确诊断处病因 禁绝含肤质失误 病人还是能过正常的生活 要诊断处乳迷泻 医生要用胃镜到病人的12指肠小肠的最上端 取组织切片 再利用显微镜看绒毛细胞是否受损 以及受损程度 最近甚至不必动用胃镜 只要验血查看血液里有没有可对抗 无复制饮食已消除病症 并避免骨质疏松与淋巴流上身 但是血液检查呈阳性反应但没有明显症状的人 该怎么办研究显示大约 每200个乳迷泻病人当中就有一人属于这种情况 有些人的组织切片 检查结果显示绒毛细胞是正常的 但仍有发病的潜在危险 有可能在多年后发病 有些人虽然没有外显的临床症状 但绒毛已经便便了 这即是所谓的禁止乳迷泻 病情随时都可能严重爆发 这些人该不该采取预防措施 开始进行无复制饮食呢 目前为止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对复制的认识仍然不足 例如最近研究人员发现 抱怨头疼的腹腔疾病患者 在MRI的扫描下 如果有脑部发炎的现象改用无复制饮食后 症状就解除了 有些传言指出 某些有自闭倾向的儿童在采用无复制饮食后 状况改善了但也有相反的说法 不过 这些有自闭倾向的孩子并不是 乳迷泻的病患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揭露复制的可能祸害 但已有方法对付复制所引起的后果 基础研究显示我们有可能经由基因改造的方式 改变小麦肤质会出动抗体的部分 如果实验成功 对不能吸收 肤质的人来说将是一大福音 连胃发病的受害者都将同盟其力 对 对